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0月8日 国足面对越南实战全胜 中国在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分组赛22强赛 第三战历经一波三折 最终3比2决杀越南 保持对越南的十连胜 此前 中国与越南交战9次 中国全部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最近一次成年国家队的交锋是在2012年 当时中国3比0取胜 本场比赛 中国率先取得了2比0领先 但越南在最后10分钟内扳平比分 无垒在补食阶段完成绝杀 为中国拿下了一场关键胜利 同时保持对越南的实战全胜 交锋记录 1960年12月11日 中国4比3越南 1963年4月25日 中国1比0越南 1966年11月30日 中国2比0越南 1997年5月25日 中国3比1越南 1997年6月22日 中国4比0越南 2000年1月29日 中国2比0越南 2009年1月21日 中国6比1越南 2010年1月17日 中国2比1越南 2012年6月8日 中国3比0越南 2021年10月8日 中国3比2越南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二十年来 以标准的acas 以息期为 Say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